各位歌員峻手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我們這節課是邀請到一位資深的財經專家 汪文煌 汪教授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各位在場的大哥大姐還有年輕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大家都很有精神 希望能夠在這個精神能夠持續20分鐘以上 那就很了不起了 因為我很明白大家來這幾天這個課程都蠻重的 都蠻辛苦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接著兩個小時會更辛苦 因為這個主題 除非各位以前念過三科 不然是蠻枯燥 然後有點不太容易理解 那我的任務呢 我的任務就是說 我盡量把這種枯燥的東西看看能不能把它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比較讓人家容易了解的方式 我把它介紹 然後讓大家聽完課之後 你對一個一個國家的這個預算 或者是說 你平常在看電視新聞看到一些新聞報導 人家講到政府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也許也許你就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不一樣的評判標準 好 今天在座都是高雄 台南 台中跟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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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也是台南人 但是 因為我在台北住太久了 台語可以聽 你叫我講 不一定很年長 所以 尤其要講這個 你叫我台語講我講了 沒辦法 不好意思 我還是得要用國語來講這個 這個 啊 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 開始我們的那個 主題喔 我們今天主題講的是 預算 一個政府的預算 預算 就是 收入跟支出嘛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我們一般公司 也都會有這種東西 好 那 但是從一般的公司 跳到國家的時候 欸 欸 很多情況都不一樣了 至少那個數字 可能不是幾千萬幾億 不是這樣子的 都是用照來算的 好 那 國家這麼大嗎 因為他加起來是很大 那 我們通常在講 一個 一個國家 的規模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衡量的標準 我們 預算也一樣 我們今天談的預算 不管是收入支出 它都有一個 蠻重要的 基準值 就叫做 啊 GDP或者是GNP 那在講這個GDP GNP之前 呃 我們先想想我們個人好了 我們一個家庭 啊 我們一個家庭 的收入 我們要看 一個家庭的收入 呃 呃 我們說 要看一個人 他好嗎 要怎麼看 看他 一國一趟外 就錢就知道 對不對 你如果說 22K 可能 不說算錢 好 那一國二十萬 可能還不錯 年薪幾千萬 那也是不錯 這是一個角度看嘛 收入嘛 最簡單的 另外一個角度是什麼 基準嘛 你看那個 欸 欸 那個跑車這樣子 幾千萬的跑車這樣子開 喔 啊 欸 有所謂的散鈴刷手 有沒有 那種刷卡那種 幾百萬這樣刷 不手軟的 喔 基本上你看 那柯定 欸 真好家的樣子 開錢 可以這樣開 他有能力嘛 所以說 我們要去看 一個家庭 你說 他有錢沒錢 他的所得能力 是高還是低 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你的收入嘛 一個是你的基準 喔 你你花錢 花很多 可能你代表說你花了 除非你一直借錢啊 那借錢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借錢就是我們今天會提到 一個國家也會借錢的問題啦 不過一般來講 喔 你如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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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幾歲啊 呃 經濟能力高還是低 大概就是兩個角度啦 那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國家的時候 差不多一樣 喔 我們把所有一個國家裡面 所有的國民 把它所有的收入 都把它加加起來 全部把它加起來 差不多就等於是一個國家的 所得 差不多啦 我只能說差不多 不完全是 但是一間差不多啊 我剛才只舉了一個例子叫做 收入嘛 但是其實 一個家庭的收入除了薪水之外 可能還有還有別的 我們只想說 比如說我們開一間工廠 生產東西來買 我們這間工廠我們做這個 做這個行李 有什麼收入 薪水是一項嘛 資金 對不對 除非說地是自己的 廠房自己的 不然你有可能是租金 再可能你的資金來源你可能是跟銀行借的 所以利息 然後 你做這個生意的利潤 這個把它加一加可能都是構成 一個家庭的收入 所以你把它放大到 一個政府的時候其實概念差不多 一個國家的收入 差不多也就是有這幾個 幾個東西組成的 在這個 投影片上面 工資 工資 租金 利息 利潤 稅 跟 折救 差不多這幾個東西 就是 構成整個政府的 收入了 這是從 我剛講的 收入的這一面來看 那支出 政府的一個 一個國家的支出 我們在我們是把它分成 消費 投資 政府 政府跟 進出口的順差逆差 他的意思是說 從支出面來看 一個大的經濟 一個整個國家經濟 拆成幾個部門 一個叫做 私人部門 一個叫做 政府部門 一個叫做 進出口部門 另外一個叫做 投資的部門 大概是這個意思 就從 支出面來看 是這個概念 那其實兩個面 都可以 都可以得到 最好看 我剛剛舉的例子 你要衡量一個家庭 經濟能力的高低 你可以從 收入或者是 從支出來衡量 到底是一樣的 從一個國家 一樣是可以 從這兩個面來 衡量 那好 到底什麼叫做 GDP GNP 我又回來剛剛這一頁 所謂的GDP 就是國內 生產毛額 這可能大家 要記一下 這裡面沒有寫 國內生產毛額 然後 GNP叫做 國民 生產毛額 這兩個的差異 就在於 一個 定義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國內 GDP是國內 那就是說 只有在你國內的 才算進來的 的收入 就叫做GDP 國民的國民生產毛額 GNP 按照他的定義 你只要是屬於這個國家的國民 所生產出來的收入 就叫做GNP 很簡單的例子 我經常舉的 台灣之光王建民或者是陳偉英 他們領的是 美金 在美國領薪水 他們的收入算不算台灣的所得 台灣的GNP或GDP 如果你是 GNP 就算 因為他是台灣的 國民 如果是GDP 就不算 因為他在美國 那個 薪水是在美國發生的 反過來 台灣的職棒有洋將 一樣 那他賺的薪水 你如果算GDP的話 他就算 算台灣的GDP 算GNP就不算 因為他是 他不是台灣的國籍 簡單分 你就兩個就可以 分得出來 好 我們現在在用的 這兩個數字 過去 過去 大概都會用GNP 來衡量一個國家的 所得的高跟低 現在 都改成GDP 所以 我們 今天往後你會看到 很多 佔GDP多少的 這個用法 那也就是說 我們目前全世界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都 要來衡量 用來衡量一國 經濟能力的高低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 GDP 好 這一頁 是幾個重要的 經濟指標 國民所得經常用到的 剛才 講了一下什麼叫做GDP 那可是 我們 最常看到的 最常看到最常拿來用的 其實是 這一頁裡面看到的幾個數字 反而是 比GDP更常用到 一個是 經濟成長 一個是 國民所得 平均美人的國民所得是多少 這兩個數字 更經常被用到 我 我喜歡拿 那個 馬英九在競選的時候提的633這個這個例子 好來 說明這個表 他這個633 第一個6 叫做 經濟成長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經濟成長6% 好 那 3是什麼 3是那個 一個是失業率 低於3% 失業率這邊沒有看到 我告訴各位現在失業率多少 現在是好像 3點 3點9幾 接近4 剛剛才 從4以上掉下來 剛剛而已 好像這個 最近的數字是這樣子 今年的 今年到現在的平均可能低於4一點點 但是離那個3才有一段距離 因為他講633的時候那個失業率才4高 這4點1多而已 所以這個變動 失業率要變動還蠻難的 第3個3是叫做什麼 633 第3個3 3萬美金的國民所得 3萬美金的國民所得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那 問題來了 我們看這個數字 再怎麼看就發現 為什麼沒辦法 我先 解釋一下 這個經濟成長是什麼意思 經濟成長怎麼算的 經濟成長率的算法 就是用 今年的GDP 減掉去年的GDP 算他的成長率 GDP 的成長率 會得出 經濟 成長率 等於經濟成長 當然我這個有點 籠統 更準確的講是 實質的 GDP的成長率 什麼叫實質 明目這個 可能講得又太遠了 這個先不管他沒有關係 我們要知道 經濟成長率是從GDP 的成長率去得來的 所以為什麼要講GDP的道理就在這裡 因為他是 根本 他說 他說 他說這個經濟成長率 要 6% 我們先看從這邊推就可以了 國民所得 他在講這個633的時候是在 90 應該是2008 差不多這個時候 15000塊美金 15194 15194 美金國民所得 他說要頂多8年 他說要變成3萬 3萬美金 意思就是說 每年國民所得要翻一倍 8年之內要翻一倍 那8年之內要翻一倍 翻一倍我們用簡單的 那個 數學去算一算 平均一年的成長率 有人幫我們算好了 要9% 8年之內 每一年都要9% 那 過去 才多少 才1點多2點多 所以你說要每一年 9% 那絕對是不可能的 這個 做不到 而且現在已經 離2016 只差沒幾年 所以 從這個 簡單的表 大概看得出來 633 口號 選舉口號 不過那個 那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們今天重點是 把這個 國民所得這個概念 把它介紹給大家 我不再補充一點點 這邊的 平均 所謂的國民所得跟所謂的GDP中間 其實是還有小差距的 我剛講了經濟成長率是從GDP算出來的 沒錯 國民所得是不是 是不是等於GDP 不是 有點小差異差在哪裡 差在這個定義 國民所得大概就只有工資租金 利息利潤 後面這兩個不算 因為稅是政府拿去了 政府拿去了 大家都沒拿到 我們都沒有拿到 然後 折救誰拿去了 沒有人拿去了 沒有 不見了 不能說不見了 只是說沒有到 個人的手上 因為我們如果去 有開過公司 做過帳 就知道 我們的營業成本裡面 不管是這個叫做 營業成本或者是那個叫營業費用 裡面都會有折救 都是我們的成本 可是那個並沒有 那個折救費用並沒有分給 到每一個家庭去 所以他不屬於我們所謂的 國民的所得 所以 差就差在這兩個地方 所以 所以那個 國民所得都會比 那個 GDP要稍微要低一些 你如果通通用平均美人這樣來看的話 那個平均的美人GDP會都會高於那個 平均的美人國 國民所得 最基本的衡量數據有了 我們 開始進到我們所謂的預算 什麼叫做 預算 他這邊的定義是說 政府為了要 要做事情 你總要有財務的計劃 這個是開宗民意的定義 它是一個 政府施政的時候的一個 財務計劃 然後他這個計劃 是怎麼來的 這個 大的計劃 或者這個 大的預算 其實是有 小的預算 把它匯整編起來的 什麼叫小的預算 就是 我舉個例 行政院的 送出去的總預算 它是由 各個政府機關 去匯整過來的 那個各個政府機關 就叫做 就叫做 單位預算 單位預算 就是他的下一級的 各個小 相對 下一層的機關 各的 那個 預算去把它匯整起來的 會得到一個大的預算 然後 真正去編 各個 各個機關單位去編出來的 叫做 單位預算 那 除了這個 政府部門之外 還有一種 叫做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 他也要編預算 他編的預算叫做 付屬單位預算 基本上的重點 是這個樣子 你 政府機關 行政單位 編的叫做 單位預算 那 政府再去 出錢去做的這個 國營事業 那叫做 付屬單位預算 這個我們待會還會再 碰到 那這邊 大家有個概念就行 這個表 大概告訴我們說 政府 花的錢到底 佔我們的 全國國民所得的比重 到底高還是低 他的用途是什麼 他的用途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政府的規模 從長期來看 從這麼多年以來 政府的規模到底是 變大還是變小 我 我喜歡用這個表 來告訴 來 表明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經常會在 電視報導上面會看到說 政府管太多 這個也管那個也管 客稅也是這個客那個客 又是萬萬稅 然後又到處管 這個說法當然 這個說法當然OK啦 你要怎麼個人的感覺不同 那 從我們 研究的 角度來看 我們會拿具體的數字 我們會拿具體的數字 來證明說 來看看說 政府到底是不是 什麼都管越管越多 從這個表 從這個表 不管是各級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 他的支出 佔 國內生產毛額 國內生產毛額是GDP 他的比重 其實 其實 多年來 一直都是在往下走 並沒有增加 政府 如果沒錢不能做事 他要做事他就一定要有錢 所以你從他花的錢 佔你 GDP的比重 大家可以知道說這個政府 做的事情是越來越多 還是越來越少 管的東西是越來越多 還是越來越少 當然 他管得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先看說他到底是不是管得越來越多 其實 從 數字告訴我們 沒有 他並沒有越管越多 相對的反而是 可能 逐漸在 逐漸在往下走 這個趨勢 那 政府到底花我們多少錢 這個表給我們 我們大家有個概念就好 政府到底 規模多大 運作一個政府到底要 要花多少錢 這個是 一兆七 一兆八 大約 這是一百零二年的決算 大概是 一兆七 一兆八左右 一百零一年 一兆八 一兆六 差不多 都是這樣子 這就是 最近兩兆 還不到兩兆 就是政府的規模 然後收入跟支出的差 就叫做 財政赤字 這個余措 這個余措 其實就是財政赤字 這個是多少 等的時候那個差額怎麼去 所謂的調度 不管你是跑三點半 或者是發工債隨便 反正你就是要人去 把這個錢給籌出來 整個預算 整個財政收支就是做這些事情 這張表 我們要看的是說 收入一兆七一兆八 那主要來自哪裡主要來自哪裡 付稅收入 付稅收入 這個是最大宗 你不管是哪一年最近這幾年 你看起來都這個都是最大的 一兆多全部來自 課稅 支出 都用到哪裡去主要用到哪裡去主要都用到 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大概是從民國一百零一年開始 就超過了教科文 在一百年的時候他好像教科文 教育支出還比較大 還是最大宗的 那可是 從一百零一年開始 社會福利支出就已經超過了 教科文 已經變成我們政府支出 大項裡面的最大宗 那為什麼社會福利支出會變得那麼大 我認為啦 就是跟選舉是很大的關係 只要選舉一到 我們所謂的選舉支票就多了 那個都是要錢的 都是要錢的 所以 反正好像年底選舉又要來了 你可以去看 那個支票 聽起來都很好聽 但是我們總是要問 他的錢從哪裡來 我們現在政府的財政 感覺上已經都是赤字 赤字的程度 我待會有一張表 讓大家看看他赤字的程度 到底是怎麼樣 這邊只是一個比重啊 也都是最近兩年的 稅客收入是 政府收入裡面的大宗占多少 75%左右 74.5% 這是103年 預算 74.5% 其實過去幾年也都差不多啦 都是七十幾 七成五左右都是來自稅 支出 剛剛講了 社會福利支出 占了22% 這是最大的一個比例 那這個是從 所謂的金長門跟資本門來分啦 這個也是一個觀念 如果我們有 亂過這個公司的人 大概會知道 你公司會有所謂的 短期營運資金 有所謂的長期資金的問題 那他有一個原則 從公司的財務角度來看 有一個原則 你必須要 短期資金 要應付短期的支出 長期資金 應付長期的支出 不要去以短之長 這個是不對的 很容易會有 周轉不靈的情況出現 所謂流動性不足 政府也一樣 所以他是分成 所謂的金長門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說 在一個 一個 一年 一個快進年度 一個快進年度 會完成的 收入或者支出 大概都會列在 金長門 那資本門就是所謂的 資本支出 他的經濟效益 都會超過一年 很多年 比如說你蓋個廠房 你不會一年就把它用完了 他的效益 他的效益會延續很多年 蓋個什麼公共建設 那個效益都會 都會很多年的 那種都會列在 資本門 這是一個預算編制的一個觀念 都會把它拆成 金長門跟資本門 在講這個中華名詞之前 我要先跳到這個 各位手上的這個 講義的最後 最後有三個表 最後有三個表 我要跳一下 我先跳到最後 他是一個副表 好 這個是在小的頁數 53頁 小的頁數 小的頁嘛 53頁 大的頁嘛 應該是在 27 這個表為什麼 就只是把它放在附件 因為 他只是我剛才講過東西的一個 長期的角度來看的 這個表 我最關心的是我們的那個財政赤字 稅入稅出的餘錯這個地方 大概從 其實有正的數字沒幾年了 95 96 97是正的 其他 其他都是赤字 都是千億赤字 而且最近這幾年 一千億 一千億 兩千億 一千億 兩千億 其實我們的財政赤字是 一直都是有問題的 一直都是赤字 那赤字怎麼辦 就錢 公債 所以這張表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有所謂的融資調度 你只要有赤字 那就要相對的就要去借錢 才有辦法 帳才能夠平 那 這個表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所謂的 政府的預算在搞什麼 就是 稅入 稅出 收入 支出 跟收支的差額 以及收支差額怎麼彌補 其實 預算講的就是這樣的東西 附件二 我們來看一下 稅客收入 歷年的比重 現在是74點多 74點五 其實 是逐年 逐年 差不多逐年都是在上升的 所以 這也是個 大家有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政府的主要收入 都是來自稅收 而且比重好像還越來越高 本來就已經很高了 所以 你只要在選舉的時候 聽到人家講 要 要 要減稅要幹嘛的 都要先想一下 那你減了這個稅 次次就會越嚴重 因為 我們本來就是靠稅收 主要都是靠稅收 你還一直減 那你除非支出減 那不然就會越來越嚴重 從支出面來看 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 這是多少十幾 本來本來十六七趴 現在一直 生生生生生生生 一直提高到 大概已經都二十幾趴了 二十三二十二 每一年的 那個社會福利支出 一直擴大 全民健保就是 在裡面 那 這也是 給我們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 福利 我們大家都想要 當然 不只是我們自己想要的 那些民意代表 要幫我們爭取 那可是 結果就是 次制越來越大 那反而是 比較重要的 比如教育 歷年來的教育支出 其實 沒有太大的變化 比重差不了多少 所以 然後呢 國防支出 也都一樣 差不了多少 沒有太大的 變動 所以 從這個表 我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 多年來 我們這種財政府財政的 這種 趕快的挪動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有個觀念這樣 好 我們現在要回到 剛剛 前面那個地方 這邊介紹一下幾個法律上的名詞啊 其實我剛才有些有稍微提了一下 預算上面有所謂的概算 概算就是大概算一下 就叫做概算 那個就是各個單位 你先把明年你想要花的錢 先大概算一下 那就叫概算 那概算 往上送 各個單位往到行政院去送 最後行政院會整完畢 送到立法院 就會變成預算案 然後立法院審核過之後 過關的這個叫做 就叫做 法定預算 那 法定預算 完畢了之後 各個單位是不是就直接就拿去花了 還沒 還有一個動作 叫做分配預算 什麼叫做 分配預算 這裡面的觀念是這樣子 我們剛講說 政府的收入主要來自 稅收 我請問各位 一年繳幾次稅 一次 最多兩次好像 法人有有站繳的 三次 隨便你 你不管幾次 都不會十幾次 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 我們交稅是一年交過 反正少數幾次 那可是公務人員 是不是每個月都領薪水 那他中間的差距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要 要有所謂的分配預算 目的就是說 你的收入跟支出 其實那個時間點 要估一下 要算好 要給主機單位 他要先分配好 說 我一年有這麼多的稅收 可是他不是每個月都來 可是 那個 一般的政務支出 又是每個月都得花 好 那這中間怎麼樣安排 各個單位都要先喬好 每個月到底 什麼單位要花多少錢 要先講好 這個就是分配預算 這個要這樣子才有辦法 讓得懂 不然 錢不夠 臨時調度不管怎麼辦 你公務員可以半年領一次薪水嗎 應該是沒辦法 好 這叫做分配預算 那 稅入稅出其實 重複過很多遍 剛才看那個表 我們講預算其實就是收入支出 不是收入就是支出 不然就是欠了錢 不夠嘛 次次就是要去借錢 那好 稅入稅出就是說 所有的收入跟所有的支出 然後不含借錢的部分 就叫做稅入稅出 因為借錢的部分就叫做餘錯 還有是融資調度 所以 稅計剩餘用以前 或者是以前 反正這就是 剛才講的那個 稅入稅出的這個 這個 財政赤字 部分就是要去借錢 借錢就是發公債 好 這個名詞是最討厭的 基金 基金跟我們的那個叫做什麼 富達基金富蘭克林基金 不好意思 那都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要理解它 光看這個名詞大家 我都看不太懂 一定用途 而以收入 或上位收入至現金 或其他財產 這個 每個中文字看得懂 合起來 看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用不同的講法 不同的解釋來解釋 這個很重要 基金其實就是 會計記帳的 一套帳 就叫做一個基金 可以用這樣來理解 一個基金就是一套帳 你有幾種不同的記帳方式 就會有幾種不同的基金 大概用這個方式來理解 比較容易知道這個在幹什麼 不然往下走下去 會牙齒聽雷 搞不懂 普通基金就是 你用最普通的記帳方法的 就叫做普通基金 什麼叫做特種基金 就是用特殊的記帳方法的 就叫做特種基金 那預算是什麼東西 預算要記帳嘛 收跟支 它是有帳的問題的 那你帳怎麼 帳就是有記帳 像我們一般公司的記帳 有所謂的那個 台灣的那個 會計原理原則嘛 有所謂的國際的 原理原則 政府的也有 叫做政府會計 政府會計我還念過 小時候真的 那個 他有他自己的記帳方式 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這個這個預算 用的記帳方式 都是所謂的普通基金 所以一般我剛講過 有所謂的單位 總預算有 是由各個單位預算 匯總起來的 還有國營事業的附屬 單位預算 去把它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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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總起來的 剛才有 一開始的時候這樣講 那個所謂的單位預算 他的記帳方式 都是普通基金 所以 所以 稅入供一般用途者 什麼就是一般用途 就是正常的各個公家單位 政府只要每天一開門 到關門 政府好像不能關門 不能講關門 鐵門拉下來 可以 那麻煩了 怎麼講 反正開門七件事 你只要政府 問一個開 他 他就叫做一般用途了 你要去 小到我們一般老百姓 我們要去那個巨公所 辦個什麼東西的 結婚登記什麼 反正行政中心 隨便 那個 那個都是 公務員的薪水 那個都是所謂的 普通基金 特殊的 上面有這特殊 特種 最簡單的就是 國營事業 這最簡單的啦 他的例子最簡單的就是 國營事業 政府為什麼還要開個 國營事業幹什麼 真是的 國營事業還 他還分 也就是說政府 不務正業 去做的事情 就叫做 特種基金 我們就是特殊的 就對了啦 有時候是不太能夠講出來的 好 那這個特殊的裡面 又分了喔 很奇怪 他 偷偷 不能講偷偷啦 政府 政府什麼事都能做 就是不能偷偷的做事 他就通通要 依法來做事 這個我們大會還會講到喔 你要花任何的錢 做任何的事情 都要依法辦理 那這個特種基金 剛講特殊嘛 特殊就是 就是他另外再去做出 投資的事業還分 一種叫做 有營業的 什麼叫有營業 就是有賣東西 然後他有收入 比如說 中油 台電 對吧 這都有營業的嘛 另外一種像 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 健保基金那個 你說他算營業嗎 不太像吧 他 基本上不是以賺你的錢為目的 所以 你至少 至少從所謂的特殊 你就可以分兩大類 一種就是 特殊裡面他還賺錢的 一種是特殊裡面 可能不太賺錢的 賺錢的叫做什麼 營業基金 不賺錢的叫做作業基金 那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其他啦 其他就是比較奇怪 更奇怪了 更特種的 基本上我們只要知道 大概有個這樣的區別 其實就可以了 他的 預算的記賬方式 那個 對啦 就是那個 各個機構的這個 這個 預算編列的時候 他所適用的 記賬的方法 至少至少 你把它區分區別成 這兩大套 帳戶處理方式 那絕大部分 都是 普通基金 我要再補充一下 既然我們剛才 已經這樣解釋過一遍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定義 他說 什麼叫基金 以定用途 而以收入 或上位收入至現金或錢 其實 我們把剛才的 那個解釋 這樣走一遍之後 他這個定義 好像也沒那麼難了 意思就是說 我 先訂好 我政府 有這麼多的錢 可以花 這個過程 我訂好了 這個錢 這個收入 來源 我都先訂好了 那我有權 來花這些錢 那這些錢 就叫做基金 其實 大概是這個意思 這是收入面 就是說 我 政府可以去 花 我有哪些錢可以花 這叫做 基金 雖然這個定義 跟 跟底下這個 我還是覺得 有點距離 但是 至少可以這樣理解 我已經決定好 我的收入有哪些了 那這些就是我的基金了 然後 有了收入之後 就是 經費 支出面 這是 我們的法律裡面定了 所謂的經費 有三種 一種就是 所謂的稅定經費 就是一年 一年內你可以花掉的 就叫做稅定 這個稅是一年的意思 一個叫做 繼續經費 繼續經費 繼續經費就好像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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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項的 什麼 什麼愛台建設 12項愛台計畫 什麼什麼 那種 因為那個都不會只有一年 那個通常都要好多年 所以 那個東西只要定下來之後 它就會有 連續 你不能橋 蓋一蓋馬路鋪一鋪 蓋了之後 然後 明年停了 那就麻煩了 想蓋就蓋 想停就停 我們家附近挖馬路 好像都這樣子的 想蓋想來挖一下就挖一下 搞不清楚他在幹嘛 但是其實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 這種重大的工程 這種 可以分期 分期繼續用的 這個叫做 繼續經費 當然這個通常要經過 那個立法院的核准才行 再來就是 法定經費 前面兩個大概都是經過 預算 立法院審核過了 可以了 大概就可以去 去花了 去用 另外一種 獨立 有一個特別的法律規定的 有一些 有些事情 有一些計畫是 特別列一個 訂一個法 來規範它的收入跟支 像這種費用這種支出 就叫做 法定經費 好這一頁裡面的這些名詞 一樣我們剛才有講過 講過了不少 經常門資本門 我再重複一下那個觀念 短期的收入 支應短期的支出 長期的收入 支應長期的支出 以政府來講 什麼叫長期的收入 賣一些土地 國有土地 那個可能就是算長期的收入 因為土地 那個是很多年的 算它的財產 不然就是賣什麼 國營事業這種 應該也都算長期的收入 其實政府比較多的支出 長期支出 最多了 那只要這種支出 只要這種支出 是屬於 超過一年的 這種長期性很多年的 那個都是編在 所謂的資本門 或者是叫做資本支出 我們一般 從個別公司 財務管理的角度來看 它也是叫做 資本支出 那稅入稅出中間的差 我有重複過 稅入稅出中間的差 就是財政赤字 財政赤字怎麼來 怎麼辦 怎麼補 借錢 借錢就是 他就是 這個 這什麼 除了借錢 借錢是另外一個 除了借錢之外 還有賣 賣主產 賣主產 賣主產那個也算 調度的方式之一 他這邊說的是說 你 你如果去賣主產的 都要放在資本門 資本支出 同樣的 你如果要去 增加投資的 那一樣是資本支出 好 政府預算 每一個會計年度 辦理一次 那我們現在的會計年度 是從 1月1號到12月31 過去曾經有不一樣 過去曾經都是 所謂的7月制 7月制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一年的會計年度 是從7月1號開始 然後到第二年的6月30 降較這個會計年度 那後來已經改掉了 現在通通都改成 1月1號到12月31號 好 預備金 剛講 政府的支出 政府的預算 講的是 收入支出 稅入稅出 那你要先規劃好 這個預算就是政府的一個財務規劃 那問題是人算不如天算嘛 那這個天算可能 應該這樣講 我們會講說 計畫會趕不上變化 變化也趕不上老闆一句話 那有人講 你的這個變化 郭台銘講的 他說變化趕不上客戶的一通電話 為什麼 因為他客戶為上 那重點在國家也會有這個情形 你會有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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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時候 你會有人算不如天算的時候 錢不夠的時候怎麼辦 這就是所謂的錢不夠的方式 臨時性的錢不夠 會有幾個 彌補的幾個方式來處理他 預備金是一個 我們在稍晚會提到 所謂的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 在我們的法規裡面 至少有三種方式 來應付這種所謂的 不時之需 或者是說所謂的人算不如天算的 這種情況 那不過 這種情 這些東西這些方式 通通都是要經過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走 預備金有分兩種 這個 蠻重要的 因為 考題會考到 第一預備金是在單位預算裡面設的 他的數額不得超過 經常支出總額的百分之一 他這邊寫 單位預算 我剛才有提到 什麼叫做 單位預算 就是 我們以行政院來講 行政院底下的各個 政府機關 以前叫八部二會 現在不是的 現在已經改了 我已經搞不清楚有多少了 有另外一個行政院組織法的一個變動 一個變動 他的這些 各個單位的 編的 叫做單位預算 那 他在編預算的時候 也要編 他編的叫做第一預備金 數額不得超過 經常支出總額的百分之一 那 第二預備金是 行政院編的 剛講 第一預備金是各個 底下各個機關編的 那第二預備金是 在最高層的行政院編一個總的 第二預備金 那這個預備金 你要動動支的時候 你只要超過五千萬 就要先送立法院被查 反過來講 你只要不超過五千萬 就不用不用不用先送立法院被查 所以 我們 也會 底下就有 底下會提到 預備金的動支 預備金的動支的時機 你如果不是在 沒有超過五千萬的話 那麼 這一種 預備金是 怎麼講 對各個機關來講 限制最小的一個 透支的方式 什麼時候可以動用預備金 基本上 經費有不足的時候 各個機關 他只要經費有不足的時候 只要 要報請上級主管機關 合定 基本上就可以動用第一預備金 這邊是 只要 報請上級主管機關 合定就好 不需要再經過立法院 因為 當初立法院已經核准你 編這麼多的 預備金 那麼 在這個範圍底下 你只要經過主管機關的核准 那麼你就可以動用第一預備金 那 第二預備金 什麼時候可以用 基本上 你看起來 簡單看就是 錢不夠了 業務量增加 原經費不符 臨時性需要 好 就是 你原來你現在你發現現在錢不夠了 簡單來講就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他不需要再經過 都不需要再經過所謂的 不用經過法律要怎麼定 從現在依照什麼法律不用 大概都是主管機關 或者是行政院準了 就準了 這個就是 預備金 的動資時機 這一頁是有趣的一頁 不過因為我們時間 差不多我們想說 我想先休息一個十分鐘 我們待會三點的時候再繼續 各位歌員聚首我們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各位下午 我們來聊一下 第一次 很好 好了 我們來聊聊 感谢观看